好,各位朋友大家好,我是MAG大叔 那還在南機場夜市 看到這個海產洲的對面有一個叫做暮黑時光 那一對小姐就是好像很認真的在賣這個小點心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 然後上面寫著暮黑時光 有甜點、鹹點跟小食 然後老朋友檸檬塔、海鹽乳酪、巧克力塔 這些可以看一下 目前在感恩回饋價一個50塊 小姐妳好 嗨 好,那想要請問一下你們這個暮黑時光在這邊開小攤多久了 我們今年3月份開,剛開始 喔,3月份 所以現在11月就是 大概半年 半年 是 所以你們特色就是說都是手工自製的 對,我們就是當天現做的 是 那 就是檸檬塔 因為現在只剩檸檬塔 對,我們現在只剩檸檬塔 是 那它的特色是 它的特色就是我們的檸檬油特別挑選過 就是,因為檸檬油分 油脂檸檬、不脂檸檬 跟香水檸檬 還有其他的品種 那他們是特別選用油脂檸檬 油 油脂檸檬 油脂檸檬 它會比較香跟比較酸一點 是 是台灣的嗎 對,台灣 是 然後 卡皮的部分都是 因為是當天上午 所以今天當天吃起來都會很脆 是 所以就是這個 食材就是純天然這樣子 對 嗯哼 那上面目前是藍莓的部分 可是藍莓有季節的線 所以我們如果沒有的話 可能會採取一些別的樣子 像之前有沒有過草莓 沒有用過葡萄 就上面那個裝飾會改變 對,上面的是藍莓 現在是藍莓 是 那未來有可能會開成店面嗎 嗯 從這個方向邁進 是 那營業時間是 我們是下午6點開始開攤 然後到收完為止 所以什麼收拾完不一定 通常會在9點左右 9點 是 是 那有公休嗎 公休我們會在禮拜天到禮拜一 之前就會公佈下一個 嗯 下一週的時間 喔是 那我們每週會公佈 在本市專業上面 喔這樣 好 那我就買兩個那個老朋友檸檬塔 好 那請問這樣買回去大概可以保存多久啊 我們建議的話 因為我們是當天製作 所以當天吃會最新鮮 欸是 然後如果今天沒有吃的話可以幫幫明天 喔是 喔是 看妳蠻年輕的喔 這樣子開店 就是 算是一個冒險 喔 就是趁現在來沖試看看 喔是 哈哈 有蝦叉子嗎 喔好 那就決定吃吃看了喔 謝謝你喔 好謝謝 好那 廢話不多說就直接試試看看喔 那上面就寫這個 這個木黑時光 看起來還蠻精緻的這個包裝喔 看起來還蠻精緻的這個包裝喔 那打開來看的話就是 烤的蠻香酥的這個 這個 餅皮喔 然後中間就是這個 檸檬 感覺像巧思達的感覺 對 然後上面就是藍莓喔 感覺上還不錯喔 好那現在就吃吃看喔 喔喔喔喔 快滴出來了 嗯 喔夠酸 喔 讚 我喜歡這個酸鏡喔 這酸鏡的感覺就像是 好像跟喜歡女生告白 結果她不喜歡我這樣 然後我心中又悲憤 然後又羞恥這樣 這樣好像很沮喪情緒喔 大概情緒像那樣 很酸很酸這樣子 然後一點點甜這樣子 然後又回頭看你看一眼這樣 好像有點曖昧這樣 我這樣形容得很抽象 好總之 她是一個好吃的檸檬塔喔 很酸很酸 都以十分的百分比來講 大概有八分到九分是酸喔 可是她酸的就是有果酸的這個香味喔 就是檸檬香味 然後感覺就是很刺激這個口水的分泌喔 嗯 好吃 然後甜度沒有很高喔 那感覺還蠻適合配烘茶或是咖啡吃的喔 像我的解說能夠讓你理解喔 不是讓你憤怒這樣 嗯 藍麵也蠻好吃的 我以為你要拖杯咖啡 好那再來就是 底下的這個塔皮喔 餅皮就蠻香的喔 我猜測就是用麵粉跟奶油去拌出來然後去烘烤的 一般這個正常餅皮會比較甜喔 因為要搭配上面的醬 所以兩個加起來吃的話就比較不會那麼甜喔 但是我喜歡它上面這個酸度喔 嗯 一般的女生應該也會喜歡喔 好這真的很好吃 讚 剛剛吃了一大堆東西之後 然後吃一個酸酸的感覺真的很舒服喔 好那分數我覺得是95分 很好吃 好那這個是沒有穿通的啦 現在老闆就在我面前我是拼給阿拼啦 好好吃 好那請問當初是什麼樣的靈感 開發出這個這樣子酸酸的檸檬塔這樣 其實本身就是因為很喜歡檸檬塔這個甜甜 所以讓它為我們一開始的起家的甜點 然後我們另外還有就是怕說有人不吃酸 所以另外有巧克力 可是因為今天已經買完了就沒有辦法跟大家介紹 喔是 嗯 謝謝 就感覺還蠻有創意的這樣 謝謝 好那最後就是這一個小攤的名片喔 暮黑時光 然後上面寫甜點鹹點小點喔 好那最後名片的背面有寫他們的聯絡電話 然後FB還有IG 然後地址在台北市中正區 中華路二段三立九項24號 那個人覺得就是因為今天只能試吃到檸檬塔喔 覺得就蠻好吃的喔 然後 風味很特別這樣子 然後可是不會酸到讓你覺得不舒服 就是 酸到差不多一個極限喔 然後但是很美味這樣 好那各位我來就祝你吃的開心啦 掰掰